配装片 配装片 放好配装片以后 把炉体安装 顺其间 安装以后 把加热端口接好 把气管的接头 拧下来 软管穿过 再把接口 给它拧上 安装传感器 安装传感器 有标记的这一端 对准小窗口的位置 然后从炉体的上方 穿过 然后从炉体的上方 放下来 一只手 接住传感器 传感器 放下来 安装好 安装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开关电源 打开设备 这两个端口 这两个端口 是连接氮气氧气的 如果需要的话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把气管连接到端口上面 连接好传感器 连接好传感器以后 我们把小盖板给它安装上 一会儿进行实验 把盖子盖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界面 如果TG不是零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清零 显示零以后 我们就可以正常做实验 取两个干锅 然后分别放到托盘的两边 放好以后 我们盖上盖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TG质量 这个质量是需要输入软件里面 打开操作软件 做实验 我们先点击文件 新建一个输入样品名称 这边可以选填 然后我们选填一下样品名称 样品的质量 这边质量 这边质量是刚才计入屏幕上面显示的TG质量 干锅类型 选择陶瓷的 气体 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点击 点击 连接 继续 这边进入温度参数设置 目标温度 800 升温速率 根据自己需要 10或20 恒温时间 不需要恒温就是0 可以进行多段设置 下面对应的是每一段的气体 比如第一段我们选择氮气 设置好了以后点击设置 适量进入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取出右边的干锅 进行一个放样品阶段 然后把样品放到干锅里面 放好以后再把干锅放回去 干锅处在托盘的中间位置 放好样品以后 我们盖上盖子 等到样品质量稳定以后 我们点击开始运行 然后调节一下坐标 Y1 X9 调好坐标以后 我们点击OK 实验结束以后 它会实时采集一条图谱 我们进行分析 我们进行分析 实验结束以后 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完进行分析 分析前先左击一下选中 然后点击分析 制量变化 辅助线 拖到一个范围 点击应用 这边会计算出失重的一个比例 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确定 这边会有一个失重比例 分析完以后 我们点击 把音预览 生成一个打印报告 可以保存 保存成图片的一个格式 或者直接打印 没你打印你直接打印就可以 退出 实验分析和保存